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天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6件事情 存在的官方更新照片了 5月1号凌晨 存在的官方推特上传了一张照片 随后SM的官方IG也上传了同样的照片 并tag了存在的 因为以往在发表成员个人专辑的时候 一般会tag该成员的名字 但是这次是tag了存在的 真的是完全体吗 如果是真的会很幸福的 存在又哭了 缩席后想你们 不知道被骗了多少次 但是还是会心动 但是马上就有网友在网上查到 球员迷你第一张专辑的商品编号 所以这很可能是球员的专辑预告 应该是球员 ESPA马上就要出来了 应该不会是存在的 哇,但是马上就上热搜了 太棒了 大家都在等待呀 我们还是继续期待8月吧 韩国不用戴口罩 韩国江村5月2号期 除了50人以上的聚会 公演运动比赛等之外 会解除所有户外口罩规定 也就是说 在室外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耳朵也疼 皮肤也会长痘痘 所以我不会再戴了 还是觉得不安全 也懒得化妆 所以一直会戴 反正在室内还是要戴 出去又要拿下的话很麻烦 所以还是会继续戴的 而且还是会有点担心 我会在室外觉得很闷的时候 才会暂时摘下口罩 而且绝对不能放弃 隐藏我的表情 这是P图的吗 一位网友上传了 男团AT姐 今天在伦敦的演唱会照片后留言 这是P图还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屏幕 但是为什么头会在那边呢 什么呀 这个是跟之前修主一样的吗 结果总结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就是 应该这上面部分也是屏幕 而中间的这位成员名字叫三 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错觉照片 不是在笔中指 果然是错觉爱豆 AT姐加油 PPG Omg终于 5月1号 PPG官方YouTube频道 公开了OmgCurber的Lemon歌曲 这首歌是2018年在日本爆红的神曲 而之前 Omg在1175的日本粉丝见面会 唱这首歌的直拍影片 在航母论团引起了热议 而大部分的留言都是 哇这个真的让我吃惊了 真的希望能正式刻我这首歌 哇太喜欢了 希望能出音缘 真的很谢谢演算法 我为什么到现在都没能知道声音这么好的人呢 结果在今天 Omg实现了网友们的愿望 参加迪尔活动的男性们的共同点 4月30号 迪尔在韩国首尔举办了首场品牌大秀 而代言迪尔的七叔 苏吉 华冰选手 金远拿 都来到现场让粉丝们大包眼福 但是当天来到现场的男性们 却被粉丝们发现到了一个共同点 首先是南修 看起来很疲累 安妞 看起来很疲累 但是 拿走了所有男演员的活力 是因为灯光吗 除了生气啵啵的彩婚之外 都好像熬夜两天拍戏了一样 彩婚表情怎么这么开朗 活力吸尘器吗 5月份 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5月2号 新人女团Lyserapin 将以新专辑出道 目前出道专辑的预售量 已突破了38万张 新播9265将在5月3号 以第三张mini专辑的主打歌 Ownerman回归 男团Icon 也将在5月3号 以第四张mini专辑的主打歌 Doraniyu回归 4月11号 将团体名从Alice 换成Alice的Alice 也将在5月3号 以新专辑回归 5月9号 Tumorovai2get 将以mini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Goodboy Conbay的回归 目前新专辑的预售量 已突破了114万张 刷新了自身最高纪录 男团TU Saigo 也将在5月9号 以兴趣RunUp回归 5月11号 Cypher将以第三张mini专辑 TheCode回归 歌手程彩文 也将在5月11号 以第五张mini专辑回归 男团Astro 将在5月16号 以正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 Candy Sugar Pop回归 5月17号 男团Vanus 将以第七张mini专辑Trixter回归 AB6将在5月18号 以第五张mini专辑A2B回归 男团Seventeen 将在5月27号 以正规第四张专辑Face的森回归 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会在5月份回归的 idol们 Cand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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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 的影片 天真